首相敦马哈丁医生今天指出 我国没有因为钱盗窃政权造成的损害而破产 几乎是一个奇迹 他说所造成的损害不只是经济上的 还有制度上的损害 敦马还形容 一马发展公司是一个怪物 但是永远无法完全摸清 它对国家所造成的破坏 而现在政府必须要有大量的收入来偿还债务 以至于用在运营和发展的资金变得不足 首相敦马哈迪星期一 在马来西亚策略与国际研究院举办的 《迈向2020年马来西亚实践论坛》上 发表主题演讲时说 西蒙成功推翻盗窃政权后的最大挑战之一 是清除留下的混乱并重建国家 他说这是要大量的努力 时间和金钱 他更形容一马发展公司就是一个怪物 永远无法完全摸清 它对国家所造成的破坏 首相说要使国家复苏和发展 就必须重整政府的机制并提高效率 另外随着美中两国关系日益紧绷 马哈迪认为为了缓解贸易战的冲击 大马必须和东盟各国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他说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 肯定会破坏世界贸易体系 除此之外 马哈迪也指出发展具有世界水准的公司来和竞争对手抗衡 也是至关重要的 NTV7综合报道